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得到房子钥匙后 华叔就将房子开始对外出租 可是房客却是形形色色 什么人都有 首先入住的是王先生和他的女儿小萝莉 其次是一对同性恋 郭丽 令狐 还有一个天天幻想自己有超能力的宅男 以及一个公司的女白领苏拉 甚至是一个喜欢喝过些牛奶的体育老师 老张 而最后一位则是一个形如木偶的少女 尹如 华叔在他们入住后 就经常利用装在房客房内的针孔摄像头 去窥探房客们的生活 他发现王先生竟然有恋同屁 而那对同性恋则时常相互猜疑 都认为对方不忠 小白领苏拉则是一直靠出卖色相上位 宅男神游神神叨叨不知道说些什么 而体育老师老张和华叔一样有着共同的爱好 偷窥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迹可寻 除了那位木偶少女尹如 透过监视器 华叔发现少女尹如的房间里 有着十几个样式不同的旅行箱 但却从未见她打开过 因为好奇心的驱使 房东趁尹如不在家 便偷偷用钥匙潜入了尹如的房间 在房中查找了一番的华叔 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尹如就回来了 并且还带回来了一个男人 情急之下 华叔慌忙的躲进了床底下 华叔趁着他俩进了浴室 飞快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惊魂未定的他 从房间的监控器 发现了更令他心惊的一幕 刚才那个男人居然被迷婚在了浴室 而尹如正在将其残忍的肢解 手段可谓即非常血腥残忍 不过华叔并没有选择报警 甚至对尹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有次华叔见尹如一个人 独自在阳台喝茶 并过去一起谈起了人生与理想 尹如告诉华叔 自己不想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 与周围的人一样活着 那无异于走到了尽头 所以他要过不一样的生活 这一番话也引起了华叔的思考 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 一次聚餐中 华叔望着房客们 突然觉得他们都是被世俗束缚的人 而我需要做的 则是让他们释放自我 于是华叔故意将所有房客的钥匙串成一串 丢在了体育老师老张的门口 并同时贴出了公告 拿到钥匙后的老张并未将其归还 而是利用钥匙进入了小白领苏拉的房内 在房间里猥琐地欣赏苏拉的内衣内裤 一次正在老张沉迷时 苏拉和上司回来了 无奈的老张只有躲进衣柜当中 带其上司走后 老张终于忍不住占有了苏拉 华叔又冒出了一个念头 便去药房中买了春药与迷药 他首先将迷药倒在了宅男所喝的饮料当中 在宅男每次昏倒后都将其拖往其他地方 且一次比一次远 使宅男误以为自己拥有了顺移的超迷力 又将父女俩用的蚊香泡在了春药当中 使父亲不敢直视自己的女儿 而在同性恋那边 华叔将宅男的体毛扔在了他们的身上 又故意将两个人的牙膏摆错 使得本就相互猜疑的两人矛盾逐渐扩大 终于有一天小叔忍不住了 想与小公一起殉情 却不小心被小公给杀了 而后华叔又再次将迷婚了的宅男 放到了苏拉的房中 而小叔的尸体则放入在宅男的房中 场面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而华叔还认为远远不够 于是华叔从引入房中将小萝莉偷走 扔进了老张的屋子 回家后的父亲找不到女儿 非常的担心 便开始询问其他房客 最后在体育老师老张的家中 寻到了自己的孩子 而此时的小萝莉 却早已被紧张的老张给捂死了 老张看事情败露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父亲杀死 与此同时 小公也在宅男家中找到了小兽 华叔假装无意之中发现这一切 跪在地上 求他们不要报警 怕以后影响自己的房屋出租 并告诉他们 只要处理得当 就不会被人发现 于是三人便开始讨论如何分尸 当他们三人提着尸体出去时 碰巧遇到了同样处理尸体的老张 老张也为了掩盖杀人事实 便质问众人 到底是谁将小女孩送往他房间的 之后众人又扭打在了一团 而华叔与尹如则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此时在审讯桌上的华叔 也被查出了真实身份 而那七位房客原来都是正常人 只是受到了大伯的迫害 最后七人死于非命 而华叔原来曾是一名警察 早年招获过一位连杀七位少女凶手 可凶手却以有精神病为由 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于是华叔的上司 便命华叔伪装成精神病人 潜入了精神病院 华叔在那里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而唯一一个知道华叔卧底身份的上司 却在一次车祸中死亡 华叔在精神病院中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而他的隔壁房间住的 正是当年的杀人凶手 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华叔终于疯了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在从杀人凶手手中 接过他房间的钥匙时 华叔便已走上一条不归路 而警察们也得知 原来那个不存在的房客影儒 便是华叔却是多年的女儿 其实那个上人狂魔 一直都是华叔自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